台灣民眾有超過七成是反對廢死 我認為現在法庭要來討論廢除死刑這個議題 有任何實質的討論或思辯我認為都是好事 但不應該要倉促的刑事 就我個人來講 我認為台灣目前並沒有廢除死刑的條件 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尤其自己的行為要自己負責 我從頭到尾又從七成辦案 看過很多無視的被害者之痛 我反對廢死 那像這個目前這個三十七個死刑犯裡面 您相信因為裡面有殺警還有就是這個分屍案的 您相信這三十七個全部都是無辜的嗎 我相信目前我們的死刑並沒有廢 我們還是要按照法令 才能夠維護司法正義